Hello 大家好 這段影片會跟大家分享下星期日的另一條心碎片 這段影片主要跟大家補充一下 一些神操曾經缺過課 而又會成為大葉門的馬 我一定要補充給大家聽 因為大家要小心一點 不是說那些大葉門或者葉門會死 只不過就是 如果你是神操曾經缺過課 你有東西要怕你怕他健康你怕他跑不出水準 而他又成為葉門 好像不太划算 那些場合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可能會不會有些邊線或者第二梯隊的馬 可以上來取代他們 我想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因為那些大葉門很多人都會 說明大葉門或者明星馬 大家都會吹奉他 吹到他上天 希斯的新馬 很多都是吹到他上天 但有時候就忽略了 他可能有一些downside 或者另一方面有些缺點 我這裏就有必要補充給大家聽 不是叫他不要買 而是不要有時候沽住一閘 或者拿來走投 好像那些天鑊同仁也是 我不是叫大家不要買 而是不要走投 他怎樣也會有 那些馬 那一款是好馬 我想他跑了一場之後熱身 之後會更好 說完那些缺放的馬 我亦都會補充一隻有分頭的冷門給大家 去做個參考 OK 希望大家都可以幫幫忙 在這條影片給我一個like 讚好這條影片 以及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現在Youtube頻道真的很困難 好像困難不是困難再去拍片 或者玩留你們觀眾 而是困難再就是那些版權的問題 剛剛又收到Youtube的通知 我違反了什麼版權 最搞笑的竟然是一首歌的版權 Rock Around The Clock 是不是? 突然說我違反了那個版權 你知道如果收到太多版權的新聞 那整條頻道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我抱著做得就做的心態 總之混食艱難 希望在馬會找到食之餘 亦都在這個頻道 繼續可以和大家一起混息 分享自己的心水 肯定不是經常中的 只不過有時候中一兩場都是開心的事 反正自己做的功夫 分享給大家 是不是? 毒食爛肥 OK 先說一下 這次畫面跳到第10場 這場大家都會肯定把焦點放在肥仔 鬥大熊風 我想說就是大熊風 這次賽前的功夫 他不是完全沒有進出神操 完全缺貨 他不是這樣 只不過就是 我看他在8月13日至8月31日 坊間 功夫 有幾天 走到了機場 沒有出內圈的 尤其是在8月15日至8月20日 有兩天沒量量去 而有3天只到機場量量量量量 更加沒有大圈快跳 然後之後的功夫就正常了 只不過有一點害怕 最後試完那顆閘 沒有再出來做最後試跑 又是有少許瑕疵 兩個瑕疵 一個是八月尾 另一個是最後試跑 應該要有最後試跑 所以這些馬能力很高 都是那句 不要走投 或者要有一些很合理的分投才走投 如果到三倍以下 我不會走投 Pay 我想怎樣都會有 因為能力很高 而且這一組的對手不厲害 但是 缺貨後這些馬 跌了榜的話 我不會買他WIN 我不會拿他走投 膽我都不會 最多拖著他 OK 希望跑回Pay 因為功夫上真的有點擔心 而事實上 這個榜真的跌了32磅 這些馬就會有瑕疵 那麼這一場呢 其實就 如果真的 簡單這樣 拿一拿 那你說 譬如說一那些 我想肥仔很厲害的馬 我想 如果你說兩隻熱猛 我喜歡一多一點 一和五 因為一沒有疑點 健康力 五有疑點 那麼 最喜歡的是 十一 那隻知道再勝 那隻十一知道再勝 因為他今場賽事 你說對比起 他的跑法方面 和他的榜 再加上 他自己本身 的形勢 C加三難 應該會有優勢過 一的 你一呢 你上季 或者這樣說 一其實 贏的兩場 全部都是跑到離後上 適合他那種跑法的 那麼今次C加三難要害怕的 我怎麼知道他會不會 離後上 多數都不會 因為臨場你就想一下 OK 反而我自己會選 十號之道再勝 如果這一場 我初步看一看的話 輕磅第一件事 不用怕什麼重磅 第二件事 他帶頭 是不是 一千他帶不到頭 你看到他上季 其實這一匹馬 他已經要上千二 你看一看 上一季 其實這些馬 去到六月六號 最後一場已經要上千二跑 那麼當然那一場錯事 我只可以看回片 那你說 輸給閃耀榮光 是不是很差 不是很差 只是不是很差 也不是很差 也不是很差 贏神之水 滴落門冠 我想那一天 是他初跑千二 還有都放得快 那個短速 再加上什麼 那麼重磅 那麼 第一波來說 也算是這樣的 那麼 這一場錯事跑到第二名 最後放下一個win 有個一場熱身 今次再跑這個千二米 因為你要明白一件事 上季都已經上千二 你今季跑一千一定嚴短 所以就這些馬 今次再增程跑千二 其實 跑一個較合適的路程 我自己都會喜歡 還有他一千帶不到頭 他千二帶到頭 那麼這場錯事 斯加山難 你不用想 不會不理會帶頭吧 還有這場錯事 是不是有很多馬 放在前面走 其實不是 是不是 可能是必長勝 新力寶 是不是 不是正宗快馬 這些放在前面走的馬 所以知道再勝 是絕對夠前速放在前面走 其實上一波 我想 沈合成也是想要熱身 因為 同場的小太陽是第一選擇 還有 知道再勝是第二選擇 再加上一波 你想想 知道再勝 其實潘頓可以跑的 他做到磅 超磅跑做到的 只不過就是 咦 給了 小太陽跑潘頓 潘頓跑小太陽 那 田太安就跑這隻 那 今次是肯定做不到磅 所以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上一波 可能是結身 而不是重心 那跑的第三是有點失望 但不要那麼戒懷 因為上一波 我想看連馬斯部署 看出賽次序 再加上配搭 其實不是一個 特別想重鎚 去出擊 夜馬 反而今次 有場熱身之後 我覺得這些馬 會是 整套東西 會更加好 還有跑千二 這些馬 這麼大隻馬 你放在前面 撒開大埔 有輕磅 希望放到回來 論潛質 帶洪峰 也好 肥仔 都會高過他 我相信 只不過就是 人家現階段 未必說 有這麼多的優點 或者現階段 他們可能有些進度的問題 有些缺點 而你自己本身 是好一點的時候 我會搏一搏 因為 我想他是第三業門 這一場 所以這一場 我就會試一試 知道再勝 當然 我不是說 那門是說這一隻 那門不是說這一隻 我們只不過 說這一場 我順便說這一隻 知道再勝 因為剛才說的是大洪峰 另外 也可以說一說 我的懶門 就是在第六場賽事 四班千四 這一場 我會搏搏搏 四號的雄運閃耀 這隻馬 在居於這一組 這麼弱的組別 他狀態只有七八成 都夠砌 應該 對手真是弱到瘋 這一組 沒有一馬選得上手 熱門也是在春風得二 或者 可能是 歸闖 街運來 其實那些馬 很硬 所以我搏一隻 熊運閃耀的質素 或者比較新少少的馬 跑入三四名 跑近 入圍 最好 這隻馬 其實是有質素的 因為上季 雖然說 深馬賽跑第三名 今次刷斑 跑千四 但一來這些馬 他千二肯定嚴短 這隻馬 千四千六米馬 你看他神粗可以出跳的形態 我們可以看一看 他絕對 也算是 沒有什麼怪脾氣 不是很敏整的馬 薑口 又不是很敏感 只不過看到他翻步 他可能是 沒有那麼急密的 翻步慢一點點 但他出腳的形態是OK的 挺好看的 所以這些馬 他可能是一些 要上程 跑千四千六 千二會立腳 你看到他試過 直到一千米雜 其實也不會動的 是嗎 他不是沒有的 只不過短途 他散不起來 還要被黃寶里 見習學員試 他未必說散得動 所以那一千米雜 其實怎麼當他出來 跑一跑一跑 熱一熱身 這次他跑這個千四米 我覺得會對 剛才說的 操刑太對 沒有那邊也會跑長一點 而是血統方面 第三點就是 這一匹馬 其實他上季跑那一場千二米 不是野小的 第一 你看他神操 上季在7月4日 跑那場深馬賽之前 兩度缺貨 第一次缺貨是說 在三月 二月尾三月 那裡缺了一個月貨 第二次缺貨是說 在四月十九會試完貨集 去到五月的二十二日 又缺多一個月貨 他是試過兩度缺貨的上季 在跑那場深馬賽千二米之前 好了 之後再操練 試過一課集來跑 拍了兩課而已 那麼就拿出來跑 其實那個功夫程序 是很漏漏的 都是 喂 但拿出來跑 隻馬OK的 可以的 出來跑到第三名 我們可以看看這一場 麥蘭那一隻 喂 對手不弱的 前面加州星球 旋風飛影 很多馬都上季輸給加州星球 只不過他這個第三 他是有威脅的 起碼對於那一隻 旋風飛影有威脅 他最後越衝越勁 第二其實還有得爭一下 然後第一名那隻加州星球 他都叫做輸兩個馬位 不可能逼近到 叫做收窄距離 因為旋風飛影都不是差賣 他可以跟第一次出賽 功夫脫漏 可以跟一隻旋風飛影 拉近那個距離 差一點點有第二 其實我覺得這一隻馬 不是那麼差的 這次其實 增程跑前四會更加合適 適逢遇到這一組 這麼弱的組別 他又排了一個漂亮檔 私家三眼最重要的一個漂亮檔 排了一個三檔 我也覺得這場賽事 贏者我覺得不會 只不過可能是 這些馬 你四重賽拖著他 有些機會 因為其他對手實在太廢了 這一組 很多馬都選不上手 可能是佳運來這些 但佳運來上次也跑得很適合 也不是那麼多 其實只有第四 萬事之光 所謂言答蔡明少 騎連合作數據很差 可能又是選中風特二 所以其實這麼多馬都不太看得上眼 可能真的是 紅運閃耀 你拼他 跑回這個三四名 這次的賽前功夫正路很多 起碼沒有缺貨 有拍 有大雜 短途雜 中距離馬 他不會太起眼 這次 跑回這個千四米 我相信會更加好 這些馬 他不是很暖龍的馬 神操算乖巧 如果暖龍的話 偉達那些配備 搞來搞去的實同理 實同理轉來轉去 這隻沒有 頭罩有時候有 拍跳都不戴頭罩 可想而知 其實他也算是一匹 相對來說 在其他同靈馬對比 他算成熟 所以這隻的紅運閃耀 這次 沒有缺貨了 正常的功夫 增程跑有合適 跑回頭四名 希望他做到 所以大家可以拖住他的 好 這段影片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明天會出一條過關 買那幾十元 總之我可以推薦給大家 我自己都會買的 買那些過關 人物就叫你扔幾塊水 用那80元50元 去搏 2千3千元 搏一下 不行 都不肉赤 明天會出一條過關給大家 好 這段影片說到這裡 其實第六場 最後一條問題想問一下大家 你看好哪一隻 因為我打算找一隻馬 跟紅運閃耀村 但我不知道要穿哪一隻 看看你們有什麼看法 不妨留言跟我說 好這段影片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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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